停在雪人鼻尖上的小鸟还有掉牙的猩猩 充满童趣的画作让人看见心智障碍者丰富的想象力 第一社府基金会大力推动艺术辅僚活动 帮助心智障碍者抒发压力 满足多元感官刺激需求与表达感觉情绪 也期望透过画作与大众交流 小鸟在吃雪人 因为雪人它的鼻子很残啦 鼻子很长然后它鼻子是用什么做的 用红萝卜 红萝卜所以小鸟去吃红萝卜 对呀 怎么会想要画这个 因为老师教的 你觉得画画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那为什么欣欣要掉牙 蛀牙了 所以它的牙是蛀掉的 对 那你有没有 那它注意掉牙的时候它的表情是你自己想的哦 对 那颜色怎么 你怎么会想要涂这些颜色 老师教的 那你觉得画画好不好玩 好玩 那你好玩 可以让我开心 第一社服执行长张金伦表示 很多心智障碍者有沟通上的困难 虽然辅具可以帮助他们 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心世界就可以透过美术活动进行抒发 我们基金会其实有外聘美术舞老师 那美术老师会依据各中心 我们总共有八个成人中心都有参与这一次的画展 那我们从各中心挑出一些很优秀的作品 来参加这一次的展览 那希望未来还有机会也可以再办这样子一个大型的画展 让大家的画作都有机会呈现出来 我们目前有66幅的话 今天就是展示在市议会 因为心智障碍者 就是因为他们的脑机体受损 所以造成他们可能在认知沟通 或者是动作协调能力上面都没有非常的好 那美术辅寮这样的一个介入呢 其实除了认知 然后也让他们有机会有一些动作 精细动作的训练 然后同时又可以达到抒发情绪沟通 还有感官的一些辅助的疗愈的效果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多元的辅寮方式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所有的心智障碍者 都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美术课程 同时他们在作画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发现自己很棒的地方 可以完成一副作品 所以其实这对他们来讲 除了让他们有情绪稳定 然后抒发情绪 然后表达沟通 都有很大的效益 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 也出席支持同心宝贝的画展 并感谢第一社福 在照顾心智障碍者上的专业服务 那到现在为止 他不只是在从原本早疗到我们现在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居住的部分 所以就比较就了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 他在就业会更是花很大的心力 包括说在一些工作技能的训练 还有他们就业的一些相关的安排 反正自己也都有相当一批 我记得我 比如工程的训练 所以事实上第一岁的 回忆议会是做了非常多 以画对画公益画展 在台北市议会一楼文化艺朗展出至12月13日 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感受同心宝贝们丰富的情感世界 记者林逸卉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